在清朝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 去了以后就是九死一生 这个地方就是灵谷塔 皇帝一生气的话就是一句话 送到灵谷塔与披甲人为奴 那个灵谷塔是什么意思 灵谷是六的意思 塔就是个的意思 加起来就是六个人 就说这里曾经有兄弟六个人住在这里 是哪六位传到后面就认为是奴尔哈赤的六个兄弟 再到后面亲密入关了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龙兴之地 就被化为保护区了 所以皇帝一生气就是打发到灵谷塔 替我去看祖坟去 那么这个地方好不好 当然不太好 因为当时的东北是皇家宝玉区 清朝设的柳条边是不允许人进去的 那么没有人的话就特别的荒凉 而且地方非常的偏北 是一块寒天苦地 冬天特别的长 而且冻得要命 更加之远离故乡 回乡无望 对古人来说 就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灵谷塔的大佬叫做灵谷将军 他的辖地是非常广的 现在的海森崴 这个天然的铠港 以前就是属于灵谷塔监军馆的 灵谷塔监军还会去枯叶岛收一下皮子 但是在期末的时候 这些地方就各个人家了 但是灵谷塔监军的驻地倒还在中国的 就是现在的黑龙江海陵市 那么现在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中国的雪乡虎乡 还有猴头姑子乡 在冬天的时候 正好是去黄的时候 导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